好 觀眾朋友 現在就請你拿起手機 開始我們新聞大白話YouTube頻道 訂閱 分享 按讚 並且開啟小鈴鐺 另外在我們節目畫面的右下方 你可以看到這個QR Code 只要拿起手機 對準這個QR Code 掃描下載之後 您就可以一手掌握TVBS新聞 也讓您在疫情期間 趨吉必修 了解疫情發展的狀況 以及相關的規定 20秒之後 1700新聞大白話 錢子 準時回來 好 觀眾朋友平安 歡迎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錢子 先介紹現場來賓 評論員羅友志 錢子好 大家好 午安 以及鄭村奇老師 大家好 還有評論員康仁俊 大家好 好 到底誰是中共同路人呢 誰是中共的在地協作者 網友說 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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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 林偉峰 觀眾朋友可能比較不知道 或是不認識他 林偉峰何許人也 為什麼他可以在PTT上面 攻擊指揮中心 看起來在發動一場所謂 蔡總統說的認知作戰 林偉峰他太太是民進黨的 這個媒體社群中心的副主任 叫做楊敏 他們兩個結婚的時候 陳其邁還去幫他們兩個 證婚 為什麼 因為林偉峰過去 曾經當過陳其邁 在國會裡的國會助理 林偉峰他自己做過記者 也是民進黨的高度認同者 做過陳其邁助理 台大社會系畢業 也是范雲的學生 那他是挺同大將 他高中念的是建宗 剛好跟這個人 新黨的王秉中 是高中同班同學 所以王秉中昨天深夜 做一個緊急聲明 他說要死了 怎麼一堆人懷疑起 林偉峰是我吸收的下限 因為大家知道 王秉中的政黨傾向 他的政治傾向 是靠這一邊的 他說雖然我跟林偉峰 是高中同班同學 可是我沒有本事可以指揮他 蔡正元說至少應該是下限 上限等級才可以 所以他說他建議檢調 或者是有人想要查 這個案子的話 先去從他的姐姐 林立委開始查起 或者是他的老師 因為他的論文指導教授 是范雲 范立委才有那本事 所以現在所謂系統式的認知作戰 包括這個風向 像是林偉峰在網路上 PTT放一個炸彈 放一個攻擊政府的訊息 然後就一堆人轉貼 轉貼的人是誰 包括王定宇焦糖 像這些人都會轉貼說 這是中共的認知作戰 這是中共的認知作戰 殊不知是自己人放的 所以像蔡總統 也貼了很多的梗圖告訴大家 要防止對岸的認知作戰 那這些人算不算是他的上限 還是民旗的同僚 所以看起來真的是疊對疊 林偉峰看起來他的政黨傾向 包括他的太太 包括他過去任職的地方 包括他的老師 包括他的老闆 前老闆 都是民進黨的人 可是他為什麼要在網路上 攻擊民進黨 然後又轉貼說 中共同路人 他到底在演哪一出 轉移交點 就是轉移交點 這個網軍非常慣有的習慣 PTT有玩的人都知道 PTT是帶風向的地方 他不是討論事情的地方 誰在PTT討論事情你告訴我 請問有誰在PTT討論事情 沒有人 PTT是帶風向的地方 所以這樣的動作 你不要把它當作是一個 對什麼提醒大家 沒有這種東西就是帶風向 帶什麼風向 帶現在疫情爆發的風向 帶現在民進黨根本無力 去處理現在疫情爆發的能力 根本沒有策略 他帶風向帶到往中國大陸那邊 就是這些人在政治作戰 所以完蛋了 死了 大家有沒有覺得四成相似 有沒有覺得四成相似 芒果乾還記得 今天陳玉珍就形容 上次的芒果乾他拿下的政權 這次的芒果乾在幹嘛 自產自銷的芒果乾 自己產 自己還賣給自己的人 自己吃 自己拿出來秀 跟大家講說芒果乾 你看 我們拿出來擺芒果乾 現在就是芒果乾 第一次拿下政權 第二次他現在要搞垮台灣 可不可怕 所以他們是在演一出戲 自導自演嗎 就是在講說大壞蛋習近平 他要來攻擊我們台灣 我們很可憐 我們是這個台灣 我們一定要一起對抗 這個邪惡的共產黨 共產黨已經滲透了 我們在在地有協作者 是這樣子在做一個人設 然後要製造我們同仇敵開 本來我們就同仇敵開 或者是說我們不夠團結 我們要一起 如果這個認知作戰不行的話 你批評中央的話 你就會被對岸吸收 是這樣子嗎 對 與其說他同仇敵開 現在沒有台灣沒有人 在同仇敵開什麼東西的 他只是要轉移 現在疫情爆發 然後數字每天這麼多 然後一堆人本來應該要去質疑說 為什麼今天又350 今天又420 為什麼今天又校正回歸 大家把它轉移到中國的時候 他覺得有效 因為2020超有效 就中國大壞蛋就對了 對 現在他現在轉移之後 今天會不會真的有效 我跟你講 前子 如果今天不是那個大省 那幾位大省把他踢爆 今天絕對有效 我跟你講 民進黨 蔡英文的民調 陳時中的民調 一樣可以繼續高 但是這一波完全不一樣 你去看PTT整個爆炸 會動搖到民進黨的 執政的正當性嗎 我不知道 我們來看看民進黨的發言人 顏若芳他怎麼回應這件事情的 他說林偉峰不是黨工 也沒有受僱於民進黨 就鐵得一乾二淨 可是我們剛剛已經為您講過 林偉峰他的背景 他的太太是誰 他太太就是民進黨的黨工 他過去的工作史 還有他過去在PTT 在網路上的言行 以及他現在也是 中央野球電視台的寫手 所以看起來跟民進黨的關係 至少他是高度認同民進黨的 所以這件事一出來 我必須講我非常驚訝 人群很驚訝嗎 老實講我當我聽到 就是說林偉峰自己出來承認的時候 我是比較驚訝的 因為很少有寫手自己願意承認 所以你看昨天晚上 被稱之為叫做PTT的大逆襲 因為是一群PTT人覺得很生氣 就是說怎麼會搞到最後說 PTT已經被大陸滲透了 而且成為中共的同路人 還在那邊努力搞垮台灣 所以一大堆人去起底他的帳號 才從他的這個暱稱裡面 往回回推 我剛剛講就是說 這件事情其實我比較難過的 就是說林偉峰的這個事情 出到今天為止 到現在這個時間裡面 我沒有聽到民進黨的人 對這件事情有任何延遲的 批評跟批判 你會覺得說為什麼我要直接問 民進黨沒有批評跟批判 是因為林偉峰他用他自己 用他的說法 他說他自以為幽默的反串 他的那個胡說八道的寫法 導致了民進黨的一堆人 在昨天跟前天的時候 很認真地用他寫的東西出來罵 是他們是真的不知道林偉峰寫的嗎 還是其實知道 其實錄影之前前子問我一個問題 說我驚不驚訝 我跟大家講我不驚訝 不驚訝的原因是因為 事實上剛剛有志哥提到 就是說PTT是在帶風向 過去大家都知道 在PTT的這個批評裡面 就他尤其在對政治的事情上 基本上他們是批判執政黨的多 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罵馬英九罵的也很多 小英這邊的時候 當然有一些人會有 不同的政治立場 這個我覺得就沒有問題 可是我剛剛講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如果去看PTT的時候 他的發文 除非你是一直被大家推推推 那個樓給堆起來之後 你才有可能上熱搜 可是你會發現到有很多事情 其實在PTT上 他根本不是熱搜的點 突然在某一個時間點的時候 A B C D E F 通通都講說你看PTT 他自己就講了些什麼什麼 那我告訴你 因為有人在乎 什麼叫有人在乎你知道嗎 你在茫茫的人海當中 誰發了什麼文 誰講的話你會知道嗎 但是如果同一個時間 A也轉發 B也轉發 C也轉發 那代表有人跟他說 我告訴你 這個其實可以操作 這是其實我們在 跑政治的過程當中 很常看到的一個手法 可是問題就來了 今天你用這個一個東西 被人家發現到說 你是一個反串者 而且他自己說 他就自以為是 自以為幽默的這個反串 那已經不是反串的問題了 因為你所寫的東西 是王定宇他口中那個 最大惡極的 最不應該做的這個事情 結果你做了 我就剛剛就講 就是說當他出來就講說 都是我一個人幹的 因為他發了幾點聲明 如果他都可以用反串的方式 在PTT裡面搞了這麼久的事情 他是不是民進黨的黨工 他是不是有理民進黨的錢 我老實講 誰在乎了 也就是當他所寫的東西 被民進黨的立委 或者民進黨的人 拿來作為大肆宣傳的時候 甚至總統都來拿出來說 這就是認知作戰 大家要注意 愛注意 結果現在大家發現到 到底是什麼作戰 不知道了 曾經引用過這個 我就講 比如說當我們自己 在引用錯誤的新聞 或者怎樣 我都必須要道歉 因為我拿到的是一個 不正確的一個資訊 跟一個不是事實的東西 這個事情更糟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更糟的是 我們的府院黨在批評他所 杜撰出來的認知作戰 這件事情 正正有詞 你知道嗎 又經過警政署的調查 經過誰的調查 都查過了 確實有這件事 奇怪 你們這麼厲害 怎麼沒查到這個人 而且現在民進黨上上下下都說 這是靈性網友的個人行為 到我沒有在台 不關我的事 今天指揮中心 陳宗諺被問到這個問題 因為陳宗諺 他的功能就是一直出來說 哪裡有假訊息 不要相信這個 不要相信那個 問到這個所謂的綠色的寫手 林偉峰的事情 他說這個要不要罰 來聽聽看 陳宗諺怎麼講 PTT上面來說 這個刪除集團 集管家的這一個部分 我們在我記得應該是前天 有跟他講 這一則假訊息的部分 那時候已經交查 交給刑事檢察局來做交查了 任何人在防疫的過程 都不能置身於外 任何人只要有違反法律的部分 他就應該要負起 這個法律的責任 其實必須講一個不客氣的話 陳宗諺就是在講廢話 就完全沒有意義的話 然後今天有一個人叫王定宇 他也被問到了 王定宇說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你轉貼人家的東西 你是信任這個的嗎 你是無辜的 你是innocent的嗎 還有蔡總統到底知不知道 我先講這件事情 對我是非常驚訝 組織問說經過 我是非常非常驚訝 但我覺得很痛快 我先講我的定論 我說這個叫做做賊的喊做賊 然後喊做賊那個人 本身就是賊對不對 現在這個喊做賊的被抓到了 就是民進黨的這個支持者 林偉峰 這個為什麼很重要 他們這個嚴格講 是要先從王定宇開始講起 王定宇這些人講說PTT 這已經在帶風向 而且裡面有很多工具性的賬號 在說要怎麼樣 要對付這個疾管家 那這個出來的時候 PTT很多人就覺得很奇怪 說有嗎 回頭一查 再查說王定宇的根據從哪裡來 才查到林偉峰 好 人家發現說 在PTT裡面批評了那幾句 那些人並不是工具性賬號 人家是真的賬號 不是他講說我是假人 是勞工那邊弄的 所以王定宇一開始幹什麼 剛剛有事講說PTT 很多在帶風向 我承認 我也知道 但未必全然是 這一次反而是怎麼樣 王定宇帶風向 帶什麼風向 他帶說PTT 已經變成老共的工具 在那邊對付我們的這個疾管局 要對付這個疾管家 他帶這個風向 就把他帶到老共那裡去 在喊桌賊 說賊在那裡 賊在那裡 那現在問題被抓出來這個林偉峰 他道了這麼多歉 他講得都很可笑 他說他看到PTT那個文章 他就猜想說這些傢伙 PTT文章有惡意 他自己寫道歉文說他猜想 他是個記者 幹了很久的記者 你平常會這樣犯這種錯嗎 那我都不得不質疑說 你林偉峰你以前寫了很多文章 登在什麼風傳媒 是不是都是用猜想的 他現在道歉說我那個時候猜想 意思是說你亂搞 我當然不認為他是猜想 他是有意的 所以他是有意弄的時候 再跟王定宇這個地方一結合 就鬧大了 那這些PTT的鄉民就很火 如果我們沒有 我先回到剛剛林這個 陳忠燕這個 PTT裡面的很多 這次是講什麼說 他們進加入疾管加這個耐 我也加疾管加的耐 他們發現不好用 天天都在澄清 澄清這個 澄清那個 那個是假訊息 我們加入疾管加是想知道 最新進度 所以有人就在抱怨 抱怨有人就呼應說 那就把它刪了吧 就這麼一樣 就被林偉峰過大之後 10點鐘以後上面狂喜 說就要把這個疾管加幹掉 還講說是含粉 講說是含粉 深藍含粉 然後王定宇就再接了一棒就下去了 所以我的看法是這樣 認知作戰現在很確定 這個名詞誰弄的 民進黨弄的 現在更確定是你認知作戰誰在做 就是你民進黨在做 就是王定宇你們這些人在搞 認知作戰 原來原來是你們在洗老百姓的腦 鄭老師 蔡總統也說認知作戰 當他們講認知作戰 好像賊在那裡 結果今天發現說認知作戰 就是你們在搞 就是你們這些賊 你們自己作賊喊作賊 我說這些人為什麼很可惡 我真平衡討厭幾個東西 一個就是網路詐騙這個 那個網路詐騙都是說 你是什麼...法院什麼... 利用老百姓善良 相信公權力 騙錢 最近很可惡 我們社會的公信力 那種公共壞 那更糟 我最討厭這個 網路的1450 他利用大家相信媒體 他就在那邊帶風向 像林偉峰這些人 是長期在媒體上 他今天不是新手 他今天幹這種事 然後事後變成說反串 反串 然後他寫道歉 我先問林偉峰 你現在寫得洋洋灑雜 一篇道歉文 切割 跟他老婆無關 跟什麼誰無關 我能不能說你這個道歉文 也是反串 也是假的 你不是真心在道歉 我能不能用你的邏輯 你在上面亂留言帶風向 你說我那個是反串 那我現在問你 你現在這個道歉承認一大堆 然後趕快把那個工作暫時離開 那你這個是不是反串 你混了這麼久 而且你有一定影響力 他長期就是帶風向的人 那我們今天要問 林偉峰你長期自願為進步分子 你怎麼會幹這麼缺德的事 他否認說他自導自演 可是我跟你講 你在那邊製造材料 然後攻擊給王定宇就弄了 你們這個串聯作戰 你今天不是什麼自導自演 那至少也很糟糕 所以我的結論是說 對台灣來講最大的發現就是說 民進黨最喜歡跟我們講 一大堆亂七八糟都是在那邊 直接都在那邊 都在中共 然後在台灣有配合的在地協作者 我現在發現認知作戰 最大的作用者是誰 就是你民進黨 在地的協作者就是誰 就是林偉峰 你要不要討論 所以這個發現非常重要 也讓我非常驚訝 民進黨少在扯的什麼嚴若方 你有什麼公信力 你切割這個東西幹什麼 今天江民裡面都炸鍋了 所以很多人都說 為什麼民進黨有這套 這套才會這麼惡劣 鄭老師跟我一樣 我們都比較天真 我不要講善良 天真一點 都很驚訝 都會覺得說民進黨 居然可以墮落到這種地步 可以這樣子可以這樣子做